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官诉问斩护卫与白玉堂不合 不知此次斩护卫是否是为了奸斩白玉堂而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白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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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是 詹昭 必被行囚了 無所謂 朕今不怕火煉 只不過是一身超平等而已 詹某沒有想到 在此景此情與你碰面 我白玉堂何曾想過 如此下場 昔日坐上兵 今日接下囚 這對我白玉來說 真可謂是人生的另一種俐廉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大爺 您的信 展昭 小的就不打擾您休息 先下去了 於是 真可憐 找到一 信 去 找到一圓 懲命斬昭的信 開始 苔代 不打开就招了道了 如今功力全是形同废人 可是冉某并没有写信给你了 当我明白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是谁交给你的信函 现在想来想必不是那饭店的伙计 而是一心想治白玉堂四弟的生死对头 张蓉惭愧 对不起你 不 展昭 你不要感到惭愧 是我白玉堂睁眼瞎一时大业 正所谓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我白玉堂并不怪你 你不怪 展某怪 若是当日不是我拦住你 而是让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追查真相 想必绝不会有这般下场 但是现在不是我展某想看到的 你以为这是我白某想看到的吗 你以为这是我白某想看到的吗 我白玉堂生平第一次有这种预感 大概我白玉堂没有办法活着走出这个死牢 你怕 我不怕 我是心不甘 白玉堂 不要太悲观了 展某现在 虽然没有办法营救你出去 但我会去求包大人 相信 他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 展昭 白某有一事相求 请说 若是我白玉堂不幸罹难 当你查出凶手 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一定要将凶手的头颅 放在我白玉堂的坟前 我白玉堂将 干记不尽 好 我答应你 你走吧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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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展某见过卢大员外 韩二爷 徐三爷 蒋四爷 展护卫 一向可好啊 展护卫 别来无恙吧 展护卫 我们要事再生 赶人再续 是啊 展护卫 后会有期 四位行色匆匆 不知有何要事 实不相瞒 我五弟遭人陷害 被关进大牢 我们几个是前去营救的 是啊 事不宜迟 就此别过 对 救人如救火 吃得生辩 展护卫 我们就不跟你闲聊了 等我们把五弟救出来之后 再找机会跟展护卫 好好地续血啊 什么 你们要劫狱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绝不能让五弟被关进大牢 劫狱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们现空岛一向自给自足 与世无争 但绝不允许他人陷害五弟 将五弟毁于一旦 我们为了五弟 就算是肝倒徒弟 我们也在所不辞 这是我们结义五兄弟的家务事 展护卫 旁人就不必插手了 不 此事万万不可 展护卫 我们别无选择 是 将心比心 如果我们四个其中一个被关在牢里 而五弟却在牢外 他一样比我们还着急 展护卫 我知道 你有一大堆的理由来阻止我们 但是 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像大哥说的 我们别无选择 一将功成万古枯 难道四位宁愿放弃 你们努力经营十多年 安居乐业的陷空岛 就为了救白玉堂区区一人 这么做 值得吗 值得 为了五弟 我们心甘情愿 无所谓刨头龙 洒热血 詹某对白玉堂的了解 并不输给四位 詹某相信 白玉堂宁愿一死 也不愿意 看到四位拿陷空岛数百条人命 来做陪葬品 我们陷空岛的人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会不会成为牺牲品那是以后的事 但是现在 五弟生死未卜迫在眉睫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点点耽搁 延误了五弟的性命 展护卫 请你让开吧 展某不能让 四位此行一去 摆明着自寻死路 展某不能眼睁睁看着四位 走上黄泉路上的不归路 展护卫的意思是想阻止我们四人吗 死又重如泰山 又轻如鸿毛 你们四位明知山有虎 却偏偏向虎山行 展某主意一定 要救白玉堂 先杀我展昭吧 展护卫 你是不是要与我等兄弟为敌啊 与其日后 我为四位收尸 不无今天 先让各位收展某的失罢 既然如此 展护卫也得罪了 慢着 大家不要自相残杀 展护卫的意思是对的 我仔细想过了 如果五弟要是知道我们陷空岛 拿身家性命去营救他 他一定会自觉当场 大哥 这难道就不去救了吗 大哥 难道眼睁睁看着五弟死吗 大哥 展护卫的话没错 展护卫 看来你对我们五弟的了解 绝不亚于我们四个人 老夫现在是心乱如麻 你有什么好的主意 就赶快说出来吧 白玉堂是遭人陷害 背上黑锅 展某是最清楚的 如今之际 展某只有快马驾鞭 回到开封府 求包大人想办法营救 至于四位 不如先留在杨柳县死牢附近落脚 暗中保护白玉堂 不知认为如何 好吧 到目前为止 这是最好的计策 时间宝贵 我们不能再耽误了 这样吧 我们分头行事 展护 后会有期了 后会有期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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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能适时救出白玉堂 非但他将冤死 而那栽赃嫁祸之人 也是将逍遥法外 见识天离何在 国法何存 很显然的 这个藏境之人 正一步一步将白玉堂逼向死亡之路 而那白玉堂失去武功又身陷囹羽 只有任人宰割 毫无反击之力 问题是国有国法 现有现归 白玉堂是在杨柳县境内遭人陷害 人证 物证 连凶器都有 真是跳进黄河水里也洗不清啊 如今能救他的只有一人 皇上 詹护卫 属下在 随本府连夜进宫 面见圣上 是 是 包卿 臣在 你究竟有何要事 敢冒大不韪 打扰朕的清眠 臣其皇上 若非攸关人命 微臣绝不敢惊扰皇上 有关 谁的人命 白玉堂 白玉堂 抓到了 据展护卫言道 白玉堂奸杀名副一案已然定业 如今正关押在杨柳县的死牢之中 然而 微臣却以为 白玉堂他不能死 这倒把朕搞糊涂了 你半夜把朕吵醒 居然是要救白玉堂的性命 正是 原由何在 据展护卫言之言 白玉堂乃是遭人陷害 而非真凶 倘若白玉堂依法处决 那真凶势必逍遥法外 展昭 臣在 其人是否白玉堂 正是 你又怎知京城犯案 非其所为 因为他否认 你又怎知非其狡辩 灰皇上 白玉堂一生从不说谎 你能担保 臣愿以性命担保白玉堂 宝卿 你认为该当如何 灰皇上 依臣之见 事不宜迟 迟则生辩 臣赶请皇上 请颁上方宝剑 交由展护卫 临夜赶往梁柳县 保住那白玉堂的姓名 布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不是还有一天吗 怎么那么早就 县太爷改变主意了 改变主意了 这县太爷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啊 县太爷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咱们这些做下人的可管得着吗 管呀 管当然管不着了 我不过就是好奇问问嘛 听总管说县太爷担心有人来劫狱了 万一劫狱结成了县太爷没活干 总管他们没活干 咱们这些做下人的还能有活干吗 所以县太爷一沉思 好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提早把他送出去以劳永逸 劫狱 这里煎如磐石固入金汤 谁敢来劫狱啊 那只阿狗阿猫那么大胆子 听说来劫狱的 既不是阿猫也不是阿狗 那会是谁啊 听说是死只老鼠 是谁 我说的是死只老鼠 四只老鼠啊 劫狱 四只老鼠来劫狱 老兄啊 可别说是因为你来这里没多久 就没听说过五只老鼠 一劫进来的事迹啊 兄弟啊 我还真没听说过 你就心心好吧 把这事告诉我 免得日后别人问老鼠动老鼠气的 我还跟个傻蛋似的 我回答不出来啊 好吧 看在你如此孤陋寡闻的份上 我就让你增广增广一些见识了 好 好 来 喝酒喝酒 来 来 驾 驾 驾 白玉堂 抓到了 据展护卫言道 白玉堂 奸杀名副一案已然定业 如今 正关押在杨柳县的死牢之中 然而 微臣却以为 白玉堂 他不能死 押送死球门的车队可曾到达 你九户多时 正等着咱们呢 那龟子找着刀 可不得够快 他说了 不管是杀猪杀牛 他都可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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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昭 臣在 其人是否白玉堂 正是 你怎知京城犯案 非其所为 因为他否认 你又怎知 非其狡辩 回皇上 白玉堂一生 从不说谎 你能担保 臣愿以性命担保白玉堂 今日若将锦毛鼠白玉堂 顺利交差 那我小六子的美名 可以传于江湖了 当然 方元五十里 谁不知道你小六哥 仅凭一己之力 就大意凛然地 擒下了罪名恶招的 锦毛鼠白玉堂 这会儿啊 大伙儿正四处传颂着呢 真的 真的 Thor 放心 小伙儿 将军 你认为该当如何 回皇上 依臣之见事不宜迟 迟则则判便 白玉堂的性命 剪毛鼠白玉堂人呢 人呢 白玉堂杀人越狱 这还了得 走 保留现场不要动 咱们赶紧禀报谢太爷去 好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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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来 走 五弟毕竟是五弟 显然他已经成功越狱了 这两个混蛋一定凌辱过五弟 五弟杀得好 只不过这一箭杀了他们 太便宜点了 越狱杀人可不是五弟的风格呀 的确 尤其是在五弟武功俱伤 形同废人的情况下 他一个人连路都走不了 又怎么能逃离此处呢 莫非五弟遇到了贵人 贵人协助他越来越 说不定这贵人哪 就是展昭 怎么说 展昭生怕五弟出事 再加上那个包黑子不肯帮忙 所以背着我们偷偷把五弟送了出去 想必就是这个样子 三弟 你不能拿展昭的品德开玩笑 是 我知道 你是在跟展昭开玩笑 可是这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 不能拿人的品德去开玩笑 如果说展昭知法犯法 就算有人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在地上滚了几个滚 这脑袋上的嘴巴还会告诉我 不可能 是 大哥 学庆 知错 大哥 可五弟的确不见了 我不是说他越狱 而是说他失踪 大哥认为五弟的失踪和谁有关 你认为如何 我认为 就是一心一意要打击五弟 陷害五弟 让五弟身败名裂 遗臭江湖的那个人 这点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可是我一直在着急呀 我着急这个人 还会使出什么样的下流手段 把五弟陷害到难以自白的地步啊 想到天下 竟然有如此心狠手段 你对我来说 我给你了 你 我去 我开门 你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此说来 学生可以举证 这越狱杀人者绝非白玉堂 公孙先生何以如此肯定 其一 这栅栏的断口处沾有血迹 如果真是白玉堂先越狱再杀人 这栅栏的断口处不可能沾有血迹 其二 这栅栏由外而内被砍断 如果是白玉堂越狱杀人 而栅栏应该是由内而外被砍断 万无由外而内被砍断之理 由此可见 这凶手是先杀了狱族 再由外砍断了栅栏 把白玉堂截走了 公孙先生所言即是 展护卫 依你看来 那杰奏白玉堂之人 会不会是其他四数 属下看过内人的刀法痕迹 其功力并不在白玉堂之下 甚至超越四数 所以推断结语之事 绝对不是白玉堂的结义兄弟所为 至于那县令惨遭凶手灭门 公孙先生有何看法 按照白玉堂的办事作风 在他惨遭刑囚之后 一旦恢复功力 他必将扑杀那些 曾经行求于他之人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他一向对事不对人 更不会殃及无辜 如果凶手只针对的是县太爷 并未奸杀其女 更未殃及其家人 就连学生都会相信 这个案件 很有可能是白玉堂所为 可惜的是 这凶手他画了蛇 又添了足 漏了馅儿 然而 依你所言 那县令曾经见过白玉堂 而且他致死认定 凶手就是白玉堂 这岂不是相互矛盾 漏洞百出吗 这一点 与赵王爷的小公主被奸杀一样 一直让学生百思不得其解 包卿 臣在 此次你令展昭带着上方宝剑 前去办事 却功败垂成 煞雨而归 你对此事还有何说法 臣无话可说 赶请皇上责罚 朕来问你 你现在依然相信凶手不是白玉堂 回皇上 臣确信白玉堂绝非凶手 那万一是呢 臣敢以向上人头作宝 好个白玉堂 连着两人 拿着自己宝贵的性命为你担保 人生得意知己已无憾 你却比一个 还多了一个 你要惜福啊 惜福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观看 不谢观看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功夫谁会比较高呢 这很难说 有的人说展昭的功夫高一些 也有的人说白玉堂的功夫高 可是这两人没有真正较量过 所以无从分辨谁的功夫高 那爹是怎么说的呀 你爹说展昭身在朝廷 维护的是朝廷的正义 可是白玉堂身在江湖 却维护了江湖的正义 哎 朝廷顾不到的正义 白玉堂照单全收了 那我还是觉得白玉堂比较伟大一些 白大哥 打从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就一直渴望见到你的人 这一盼就盼了三年之久 可我好奇的是展昭又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白玉堂 你到底在哪儿 小慧啊 这时候也不早了 你也回房歇着吧 不嘛 我还要多陪陪白大哥 好吧 不过别聊太久啊 白玉堂的伤势很重 会在咱们家多待一段时间 要是你也累病了 爹一下子忙活两个人 那爹可受不了 忙不过来啊 知道了 爹 我办法的伤势很重 咱们喝点了 那是你也要喝点 咱们喝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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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天爷 请你保佑白大哥 让他很快伤势稳定 而且很快能够清醒过来 谢谢 爹 爹 你快过来呀 什么事啊 你快来看 怎么了 白大哥的头好烫啊 他会不会有事啊爹 是雨血冲进了他的天溶穴 引起了发烧 那怎么办呢 没事 等烧退了就好了 那烧若是不退呢 他要是退不了烧 就是大罗金刚在世 也是绝技救不活他了呀 不 爹 你一定要救活他 救活白大哥 小慧啊 瞧你下的 你待会儿啊 拿块冷毛巾 敷在他的额头上 时不时的给他多敷几次 他的烧自然而然就退了 爹真坏 老二瞎唬人家 这人家是谁啊 人家就是 好 好 我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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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此次下山采购粮食是假 为你寻找粮药是真 然而老夫真正的目的是 为了你的落难 老夫是想知道到底是谁 把你落井下石 置你于死地 不过 老夫的女儿 若是因为你 而得到闪失 老夫就是豁出老命 也不会放过你 你明白了吗 你明白了吗 不过 更好 孤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好 久等总会被看到 不需要 急着让别人知道 终成功 永远才是好 长过人情冷冷最明亮 现在将谁傻瓜研制过错 愿会好心又好望 人生有什么才不算上 自己快乐 满意就好 自己快乐 满意就好 自己快乐 满意就好